嗨,就這樣 那前面我們可以更簡單的跳過去 因為時間不多 為什麼請把他分開給他 我十三歲去日本,卑鄙的 他剛剛等過 那我十六歲就離開學校 去三個月我就退學 那因為家裡比較嚴格 他說這沒有地方給你住 這誰幫你排他 你忘記了 警察 不是不是 我的確有被抓過,但不是 所以十六歲就自己也可以在外面工作生活 這是我第一份工作 然後這是我老闆 他之前是黑道 但當時看起來很像黑道 那在那邊大概幾年之後呢 我就離開肉店 大概三四年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1998 應該在場有一些人還沒有出生 這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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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 在換其他工作 可能 KTV啊 餐廳等打工都打工過 那後來就迷上鋼琴 就一整天 一天都至少練習五個小時這樣 然後白天練習晚上工作 晚上那個時候工作是酒店 那後來就換到高級酒店 就是 這是在新宿的一個六星級的飯店 叫park higher 這邊待三年之後呢 不想一輩子都當waker 所以就跳到 這裡 HP 是簽約啦 不過不錯 大概兩年半 那因為跟同事的感覺非常好 所以 因為他們太喜歡我 我想說好 那我是回台灣 多照顧一下自己 這樣子 那我就回台灣了 回台灣的時候我不會講中文 所以 我一開始要請人家幫我翻譯 那因為舞蹈不需要語言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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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有位同學 在那邊扭演遊戲 這樣子 但是呢 因為天生 天生其實體力不是很好 然後扭著 我就腰就受傷了 那因為在日本很久 所以有一些日本客戶 就要伺候一下他們嘛 什麼伺候呢 幫他把妹 對 excuse me 什麼之類的 這是在電腦展 那在2012年的時候 我發現一些事情 就讓我覺得 嗯 生命真的很可貴 你可以活著是一件 超快樂的事情 那後來就出來創業了 那從這邊呢 我會提到你今天的主題 就是 social network 你的 social network 可以怎麼幫助你 或怎麼傷害你 之類的 首先呢 先要讓這個 他可以work 其實參加很多活動 我當講者 這個活動叫做 Ignite Taipei 這是在2012年的初期的時候 那可以看起來 反正我在這邊縮小 大家都講很快樂 那這時候的主題是 你當飛機的時候呢 你要坐中間 不是坐中間那一排 是正中間被夾起來的中間 那因為 因為沒有關係 因為 social network 有關係 我有機會到 南台科技大學院那邊演講 講到大概五六堂課 就是跟行銷相關的部分 那我自己開始寫一些部落格 在一些比較大的地方 比如說上週有時候會出現 或者是說 在關鍵評論網 我也是作家 那因為這個關係呢 認識GQ的人 還有天下雜誌 那這個 他們已經 應該 天下的事幾乎是 你們在錄影對不對 我們在談一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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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現在不能講 那那時候我就去矽谷 那去矽谷的時候 因為沒有錢嘛 我就當沙發客 所以就是住不認識人家 那其中有一個hacker 他就帶我去參加這些活動 去linkedin headquarters 等等 這是在紐約 Social network 然後 然後 因為這是couchsurfing 所以其實 大家都是睡沙發 或者是 真的是睡那種 很破爛的那種床 但是 這邊其實還有一個女生 她是 俄國人 對 然後我就送她這個T-shirt 我說 你回俄國的時候 你要拍一張照 這是台南創業 那個Sour Weekend的T-shirt 然後她跟我講說 她要去Guarna 我說好 那你去Guarna 她可以拍張照 然後她就幫我拍張照 對 回到台灣的時候 因為朋友關係 她就說 欸 你不會幫我忙 日經雜誌那邊 想要找個朋友說 好 煩 就進去了 那這是在大陸的時候 那去大陸呢 我也是當沙發客 因為沙發客實在太好玩 你很有feel 有沒有 感覺就是那種 劍客會去那種地方 那這些都是讓我住一晚的 不認識的人 那後來到上海的時候 是這一個人 介紹這個女生給我 所以就去那邊住一晚 我以為是跟她兩個一晚 結果她爸媽也在 那因為其實她不是有錢人 我就跟她爸爸睡上去 哈哈哈哈 他老蠻可憐的 欸 這不能動 那因為很多 其實很多 也就是因為朋友關係 這樣連來連去連來連去 那也是 跟我們做的東西很有關係 我以前到現在 做總共五個產品 所有都跟社交媒體有關係 那這個產品出來的時候呢 就幫助我 募到一筆資金 從日本那邊 我可以試一下嗎 對 這個創投是我 只有 我只有見過一次面 我跟這個人 只見過一次面 我跟他只有見過一次面 跟他只見過一次面 這樣 這樣去連出來的 所以 其實上次你也看得出來說 都不是所謂的strong time 不是說我當心童還有介紹 你也不是 等一下 所以跟大家解釋一下說 就是social network這邊的重點 臉書一開始 他的focus是在strong time 就是你的朋友 心同朋友 可是現在已經延伸到 就是weak time 只不過呢 ok 好 那weak time 他可以帶來strong time 比如說 今天我跟這個朋友認識 然後你介紹給我一個朋友 是其實我們背景相似等等的 那我跟他可能就是變成strong time 好 下一頁 為什麼今天會在這邊 你可能是透過什麼 一些朋友介紹啊 資訊知道 所以你就來焦點 那為什麼 你知道那個人 可能是朋友介紹嗎 不是你原本就認識 還有 還有 還有耶 為什麼 哇 我這樣求婚之後會來不及 可以讓他安全 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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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OK 好 因為你在剛剛那個地方 你為什麼會做一件事情 為什麼認識他 甚至於說 你為什麼今天在做你現在 在做的事情 我為什麼會成為今天的自己 往往不是說 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而是周圍的環境造成 你的周圍環境最大的 其實就是朋友圈 朋友 人之類的 那有一個重點 我們今天在交流的時候 我們會聊一些事情 那聊比如四五件事情 其中如果有一件事情 是共同點的話 我們可能花大多的時間 在共同點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如果這兩個人之間 都沒有交集的話 你會有一個交集就是 喔他好帥 他好漂亮 然後他很陣 他很辣 是比較欲望這一塊的 但是如果是內心 不管是興趣上也好 什麼都好 如果你沒有交集的話 你就可以聊下去 而且 不需要一直在聊交集的東西 可以聊到說 喔原來你有這些興趣 你有去過這些國家 是我們有去過的 所以你會從Semirati開始 然後進入Differences 這是我們之前做的一種原因 沒有時間解釋 那這是我們做的東西 那有一個video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有音樂嗎 Videor在哪邊 沒有沒有 剛剛那個直接播放就可以了 那邊喔Videor 這個嗎 沒關係我這邊操作就行 沒有東西 沒有裡面會有聲音 對 聲音 所以像我們最後的產品叫做Semirati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那個牆壁上有貼這個海報的部分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今天對像焦點來講 其實並不是所有人都很涉及社交 不是所有人都覺得說 喔我上台會想得很棒嗎或怎麼樣 並不是 有些人是他是很好的人 但是他跟陌生就是比較沒有辦法溝通 那我們做的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如果你是活動的主辦單位 你可以小心一點 主辦單位的話 你希望大家都可以快樂 有更多的交流 那怎麼辦 我們做法是 你有這個東西 那來參加活動的時候呢 主辦單位像這樣貼上海報 你可以辦一個活動 那辦完之後呢 他會產生一個QR Code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辦這個東西 QR Code產生完之後呢 你只要朝這個QR Code進來 你會被放進這個群組裡面 再從這個群組裡看出來說 誰跟你價值觀最漸進 誰跟你工夫人最多 誰跟你工夫人最多 誰可以做等等的 就算當天你沒有機會跟他聊到 你後續還是有辦法 透過這個group 跟他聯絡到 那活動結束之後呢 他可以直接問你說 那你覺得今天活動如何 他是用暱聲去留言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自己的privacy 或是說 講太白怕阿峰會生氣之類的 那 人跟人之間你怎麼樣互動呢 你是要少對方自己本身的QR Code 他會一項一項告訴你 你們之間的公共點子 比如這是你們價值觀的相似度 那下一頁他告訴你說 欸你的飲食習慣啊 你的major 你的industry 你的occupation 你的興趣是什麼 欸你還跳超長 我也跳超長 之類的 或是去過國家 所以每一個點都是一個 很好的破冰的工具 再來大家會交換名片 他媽媽想 你明片收到之後 你很少人會把個key進去 所以他很重要 所以他本身就是一個名片功能 永遠都是最新的資訊 你可以看這邊 我可以用任何的keyword去做搜尋 我可以用名字 我可以問說 欸 誰喜歡桌遊 誰去過哪一個國家 一幕了完就可以看得出來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們平台上面 並沒有像臉書上很多 我跟誰出去玩啊 拍照這些 privacy的information 並沒有 所以你就不用太擔心 那 還有你在party networking的時候 比如說聯誼 我可以告訴大家說 在場最配的就是這些人 我可以玩很多遊戲 比如說跟對價值觀也好 或是說共同演員也好 那你在做工作坊的時候 四個A組 我可以確保你們是有共同點的人做在一起 或是價值觀相似的人做在一起 或是完全不一樣的人做在一起 這樣 這大概是我們的產品 那 最後呢 有幾個點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這是forbes一個 很有名的心理學家 他寫的 人跟人之間的距離 要縮短很簡單 你只要找到共同點就行了 那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想像一下就是說 今天你可能是ISAC 你可能是Gritus Peace的人 可是你在外面 你不會把自己的這種名片拿出來 你會把公司的名片拿出來 可是如果你可以知道 你們彼此都是ISAC的話 你就有很多話題 甚至於說以後 在不久未來 焦點就會成為 國際性的一個組織 人家說 你也是焦點人啊 你就有很多話題 那你認識要幫我認識啊 我久之久等 之類的 所以 你有很多話題可以聊 對於組織而言 或是對焦點的人 他當然希望說 參與過焦點的人 焦點本身 他們的condition可以更強 所以 我們是已經有得到 一些ISAC的回饋 那個回饋 那最後呢 想要跟大家說就是 我們現在 這個月總共有八場活動 那包括前一天辦的活動 還有下個禮拜 下下禮拜 我們都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活動 可能是交流的 可能是桌遊的 可能是講座 可能是聯誼的 那很多是不用錢 或是說兩百塊 三百塊就可以參加 那我們希望大家 我會把這個資訊 如果方便的話 可能再投出來 跟大家分享 那另外我們在尋找就是實習生 如果我認識的話 可以跟我們介紹 最後 這個不是只有做台灣而已 目前我們語言有 日文 中文 英文 葡萄文 西班牙文 土耳其文這個月就會做好 為什麼是土耳其文 IEEE這個組織 是國際信用的組織 他們在四月會辦一個活動 超過一千人 那個主辦單位已經確定 officially跟我們講說 他用所有的人都會做 當作你報導的時候使用 你在場的時候溝通 也會用這個東西 所以之後 大家可能會在不同場合 看到市面的命 那也是希望大家有多了一些知識 或是一些意見回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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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